在东南亚老挝摩尼经济特区的第124天日常 今天又起晚了 昨天早上直播到7点 就去睡觉了 早上也没吃 现在是老挝时间下午3点 准备先到店里面泡泡茶 因为再去吃饭 今天是9号了 11号那个护照到期 可能再续签一下 最近腿伤还没好 最近完了之后 大概28号左右 我的那个车辆海关单到期 到时候28号回国一下 完了之后 再看看要不要去云南那边转一转玩一玩 应该28号左右 腿伤应该差不多好了 所以到时候看看 去看看西川法纳 去普洱之类的 再说 接下来骑上我的牛坡经理 出发到处逛逛先 夜市这里开始搭那个干架了 已经开始有新的进展了 希望早一点完工 店铺边上的这个拐角这里 搞了一个随便酒吧 好像装修的差不多了 也好 他这边开起来 这条街能稍微多那么一点 也是有好处的呀 兄弟们 你们说是不是 如果他要是把外墙也翻新一下就更好了 不然那栋楼显得太老旧了 现在我回到了店里 我决定接下来我不还那么多了 反正怎么说 把自己抽出生来 现在一件事情里面 反正的话太累了 我来到了沙县小吃 这边 我点了一会便吃 一直以来可能我自己想法太多 但是在老挝这边确实不太适合 我说老挝人不像我们国内的人 没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走 没关系 就把这个换权出去 人家说他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就不按我自己想的那么做 我就简简单单继续我自己的收商铺 以及拍摄的这样一个生涯 那种甩手掌柜的方式去跟人合伙 我刚刚跟我的合伙人说了 接下来就不只是包天了 不论是爱情体验卡也好 还是通宵也好 还有定价定多少 各个方面的都由他去决定 等于说让他是老板 我就不干预了 我以后再也不干预了 我只做两件事情接下来 第一我提供我的散布 第二我就拿你们这些网友 往店里带 至于你们有看上没看上 还有觉得贵还是便宜 还有什么样的 你们跟他去沟通 现在他是老板 其实我的合伙人他也没有错 他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他现在是很难 他夹在中间 一边是我的想法 一边是他老婆老窝人那边的想法 他夹在中间也很难做 那我把那我换群出去 让他去决定 要怎么运营导游 要怎么做这个事情 都交给他去决定 但是他至少不会为难 比方说他说服不了他老婆的情况下 就按着他老婆的思路去走 他能说服他老婆的情况下 就按他的思路去走 反正接下来不按我的思路走 我只要求一点 就是在现有的分成方式下 他们不要背着我接私单就可以 其他的我照常按往常的那些方式 继续去做 因为我接下来有很多事要做 一我有可能要再收六个商铺 二我要好好的把这个直播也好 短视频也好 给他好好的做一做 三我自己能抽开身来 比方说回国到云南那边去玩一玩 或者是去越南去泰国玩一玩 这个事情 我估计我设想的那个午休式 应该是没有人会参与 所以我接下来 我准备自己把那个午休式给他搞起来 自己做自己花钱自己装修 自己做这个午休式 现在我吃完了 自从脚受伤之后 好像也好得差不多了 就好久没有去口湾那边做做了 我要去口湾打一会儿 现在我又到了口湾这边了 不过他准备回国去别的地方了 以后你们买什么电话卡流量卡什么的 找这个老王 老王可以说是整个摩丁最老实的一个人 多久没喝这个每年打了 绿色的时间比较晚 口湾这边没什么人 老王币又贬值了 3220你敢信这怎么搞 老王币是越来越不值钱的 你们就口湾的这边的这个摊位 在转了 目前报价是8万还是10万 有兴趣的到这个摊位找这个老娘把它转过来 你们车队又出行了 那么多个车队 可能要回国了好像 现在我在老现在店里面泡茶 再回到店里在店里面泡茶 在店里和好几拨网友泡茶聊天 接下来准备开个播 因为店里的导游都出去了 空淡淡的 在金金火锅这边 跟网友还有他的朋友们家人们在吃饭 我又跑到了酒吧门口来直播了 这两个不是极品吗 极品被人带走了 可惜了兄弟们 太可惜了 一直在酒吧门口直播 我现在回家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